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它要我们利用y等于2的x次方的图形来做出下列的这个图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小题是说y等于2的负x加1次方 我们先想一件事情 我们应该至少可以利用y等于2的x次方去做出y等于2的负x次方嘛 因为y等于2的负x次方跟y的2x次方是用什么 是用负x带x的结果 所以它就会对称于我们的这个y轴 这是y轴这是x轴嘛对不对 这是y轴这是x轴 所以呢既然是对称y轴 那我们就来画一下这个y等于2的负x次方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OK 然后贴下来贴近下来 那这个就是y等于2的负x次方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想一件事情 那怎么从y等于2的负x次方到y等于2的负x加1次方呢 我们这样看起来好像是用x加1去代替x对不对 事实上不是哦 你要仔细想一下这个应该是等于什么 2的负的x减1 也就是说呢严格来讲我们是用什么 我们是用x减1去代替这边的x 并不是用x加1去代替x 所以呢如果我们是用x减1带原本的x的时候 代表新图形大家还没有印象 x减多少就是向右多少 OK 所以呢 y等于2的负x加1次方也就是y的y等于2的负的括号x减1的次方 事实上应该要是黄色的图形向右移动1 OK所以呢我们就全部都往右边平移1 好平移1的结果平移1 然后就会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们把它画得好一点 平移1 每一个每一段呢都是平移1 好OK 大概呢会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呢都往右边平移1平移1平移1这样子 这个图形呢就是y等于2的负x加1次方 也就是我们的2的负的x减1次方 所以我们再说一次我们刚刚怎么从y等于2的x次方去得到这个的呢 我们先经过了对称 OK我们是先经过对称 就是呢先把它变成 y等于2的负x次方 然后呢我们再经过什么平移 OK所以这个题目呢用到了两个图形的概念 一个是对称一个是平移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y等于2的负的括号绝对值的x次方 哇这个看起来很创新耶 怎么都没有看过 没有关系 我们也一样先呢来做出这个y等于什么 这个负的x的次方好了 先做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图形长的2的负x次方 我在写什么 这个乱写一通2的负x次方 好那所以呢我们也知道是对称于y等于2的x次方 对称于y轴 画的尽量像一点 然后对称于y轴 好所以这边是y等于2的负x次方 好那如果今天我们要挂上绝对值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呢 其实应该大家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原本x是大于0的时候 原本呢x如果是大于0的时候 那么呢这个式子就是y等于2的负x次方 那如果x是小于0的时候呢 那么整个式子就变成y等于 2的负的怎么样呢 负x因为呢x小于0的时候 绝对值开出来是负x 所以就会变成等于2的x次方了 也就是说我再说一次 当x大于等于0的时候呢 这个图形是黄色的这一段 因为呢它就是y等于2的负x次方 所以是黄色的这一段 OK我们把它画出 然后呢 如果x是小于0的时候呢 y就会等于2的x次方 所以有趣的是像x是小于0的时候 图形就变成是y等于2的x次方的这个部分 所以就变成是这样 这个颜色呢可能大家看不清楚 所以我们再用红色 让它变得看起来比较复杂一点 也就是整个图形变成是长这个样子 有没有很有趣 长这个样子 好 那长这个样子的时候 大家就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以后你的函数里面呢 有出现这种绝对值x的呢 你就知道它一定本身就会对称y轴 这个性质让大家先知道一下 为什么它一定会对称y轴呢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用负x带x的时候 原式是不是不改变 也就是说呢 你左边有什么点 一定是跟右边的点一样的 因为你看看 如果我把负3跟3都带进这个式子 y等于2的负的负3次方 跟y等于2的负的绝对值的3次方 这两个算出来是一样的啊 所以在3跟负3的位置 在3 比如说是这里 跟负3的位置呢 它们对应到的函数值 是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下面这里呢 就是我们所要求的东西 这个稍微比较难一点 大家花时间体会一下 那最后你要检查的时候 你要检查说 这个图形有没有对称y轴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个图形是下面红色跟绿色的这个部分哦